大家好 今天是9月1日 星期三 是9月份第一个交易点 股市承接昨天的升势 今天进一步做好 事实上来说 指数已经回到10天线流上 继而进一步轻轻突破20天线 只要保持这个势头 9月份有机会轻轻做好一点 大家不妨留意 由6月2日的高位 跌到8月20日的低位 其实市跌了11个星期 一旦确认了一个所谓技术上的反弹 理论上三到四个星期的回升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即是由8月20日开始的反弹 很大机会去到9月10日 甚至9月中 什么股份拉着市上升 不用说一定是主要恒指成分股 当中的新经济股 包括腾讯占行指成分8% 美团占行指成分7.71% 阿里巴巴占行指成分7.33% 还有小米也占3.38% 加起来有26.42% 成分比重 所以大家如果要部署这个技术上的反弹 是关注这四个股份 当中来说我觉得 阿里巴巴这只黑马 是有机会稍微做好一点 关键的就是能不能突破172元 事实上来说 相对其他新经济股来说 阿里巴巴真的有少少低水 大家不妨细住地轻轻跟一跟就行了 阿里巴巴巴